大家好 我是煌靈 這次影片是泳裝咲戀 泳裝爆弓 泳裝老師專二介紹的影片 泳裝咲戀跟爆弓應該是月底才會復刻 SONET提早時裝專二應該是想要讓大家地下城夜期好打一點 正常來說 我介紹專人會順便介紹這個角色 最近上場機會多不多 以及見不見一抽 但這次的情況比較特殊 因為專人有時裝 角色暫時沒復刻 再加上這兩天有做不完的影片 所以我今天打算用非常簡短的方式介紹 只告訴各位已經有這幾位角色的玩家 這幾個角色專位值不值得裝 還有什麼要注意的事情 至於這幾個角色最近幾個月有多少上場機會 值不值得抽 我等復刻再做一個比較詳細的介紹 那就開始囉 先從比較要注意的咲戀開始 咲戀的專人會特大提升我方雙攻大幅提升雙爆 還有中幅度提升防禦持續12秒 專人屬性 血量TP上升 想要打競技場建議升慢 比較要注意的是 泳裝咲戀現在很少在戰隊戰完整刀上場了 戰隊戰會用到通常是短時間補償刀 或是打三階段熊吹刀要用 有帶泳裝咲戀的三階段蠻補償刀 會分成有裝泳裝咲戀專二跟沒有裝咲戀專二的 在抄作業的時候記得要看一下 有部分作業不能裝泳裝咲戀專二 裝了就會不能抄 如果你問我建不建議裝要不要卡泳裝咲戀專二的話 我日版的經驗是可以直接升滿 不用卡沒差 我日版每個月都會打三階段熊吹滿補償刀 我的泳裝咲戀專二有升滿 像是畫面上是我這個月打的三階段蠻補償刀 把泳裝咲戀專二升滿 不會沒有蠻補償的三階段熊吹刀能打 所以你問我的話就是直接升滿 不裝專二沒有比較強 第二個角色 泳裝爆弓 專二後2技會特大提升自身物攻 中幅提升爆擊傷害 以上效果都持續180秒 自身恢復1000TP 然後會切換到技能循環2 專二屬性 物攻 爆弓專二最特別的地方是 原本泳裝爆弓整場只會放一次的2技 裝上專二之後循環會改變 變成三洞放一次2技 是第一個裝專二之後會改循環的角色 有專二之後爆弓會短暫的成為水物理隊 達滿90秒傷害最高的單體輸出角色 問題就是很猛 專二建議要裝並且升到滿星 第三個角色 泳裝老師 專二之後2技效果是 大幅提升自身魔攻 魔爆 持續180秒 對前方範圍900敵人造成中幅度魔法傷害 範圍內人數越多 傷害越高 受到傷害的目標小幅度 降低魔防 持續18秒 範圍內人數越多 破防量越多 專二屬性 魔攻 魔爆 泳裝老師專二後有在競技場表現變強一點點 剛專二的時候有些玩家會使用出動扁人有點痛 昨天介紹兔女郎真步的時候 有做了一下出動傷害角色的傷害比較 老師的傷害還蠻痛的 僅次於啦啦隊初音 比新年凡希 花女僕跟兔女郎真步都高 但她的問題是她的爆擊率不夠高 打同等目標只有75%爆擊 然後又是單下傷害 如果沒有爆的話傷害就會很慘 運氣成分非常高 真步跟女僕雖然爆擊率一樣不夠高 但她們技能是三下傷害 一下都不爆的機率非常低 泳裝老師專二後競技場有變強 但存在感還是很薄弱 我自己已經很久沒用了 然後我也記不起來上次在日版競技場看到她是幾個月之前的事情了 所以如果資源有限 泳裝老師純淨碎片可以先不用急著刷 已經刷完的話也可以不用急著裝 等要用的時候再裝 OK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了 剩下時間我要去做別的影片了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GOODBYE